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星期四晚间就包括伊朗核项目在内的一些议题进行了交谈 奥巴马总统结束访问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 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 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和胡锦涛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一位白宫发言人表示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当前的伊朗核项目问题 以及世界最富裕的20国集团做出的 实现平衡与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的承诺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 胡锦涛告诉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他希望两国保持健康稳定的关系 这次通话之前不久 中国宣布胡锦涛将出席本月晚些时候 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重要的核安全峰会 这次峰会将由奥巴马总统主持